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宅西生活 又来到看楼片的时候 在我之前出过的影片 看一点观看数 就知道大家对于观看楼 这件事是很有兴趣的 一说到观看楼的影片 視頻都會比較多 所以我都要把握這個機會 多出一些看樓片給大家看 上一次和大家看 就是我的Dream House 但這次只是一個普通的Open Viewing 就是一些相對來說 比較新氣和大型的Apartment 在Jersey這裡 其實如果你說要新氣 或者大型的Apartment的話 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而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個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只有三四年扭鈴 你一走進去這個屋苑 就會看到每一個單位 都會有他們自己的露台 看起來好像挺寬敞 但你轉過頭 你會看到露台 是看著對面屋的露台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設計不太好 我在露台做什麼 對面隨時打開門 或者看出窗 就已經看到我正在做什麼 不過不要緊 其實樓望樓 大家在香港都已經習慣了 再加上有個露台 根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 所以問題應該不是很大 我們進入屋裡面看看 新氣的Apartment 基本上都會配置這些Open Kitchen 無論你的單位是一房的單位也好 兩房的單位也好 都是這些Open Kitchen 我想其實都是跟我們香港人煮食的習慣有些不同 英國人比較喜歡Open Kitchen 我想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他們煮食都不會太大油煙 不會像我們香港這樣 又要說有鍋氣 又要開到很大火 所以他們要煮食的話 可能是相對比較溫民一些 油煙不會太多 而且他們都很常用過焗爐 所以Open Kitchen或者Closed Kitchen 對於他們來說分別不是太大 轉過頭 在大門的另外一邊 亦都有一個小小的Storage Room 這個在Apartment來說是相當常見的 這個位置可以放洗衣機 放一些雜物和Boiler 這個Boiler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大一些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住的那層樓其實的Boiler是比較小一些 可能始終是一房 相對來說用的熱水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Boiler也會比較小一些 在儲物房旁邊就是廁所 現在這些新建的Apartment的廁所 其實都真的裝修得很漂亮 根本就已經是豪宅的設計 你看到看上去是光亮、舒服、乾淨 而這個廁所其實還有另一道門 這道門就是旁邊的一間房 如果你睡覺很想去廁所的話 不用特意走到廁所 再走到廁所 直接在房間走過來廁所就可以了 我們一會兒會過旁邊的房間再看一看 那這個是廁所 你看到其實這個單位相對來說是比較小一些 一眼就已經看完整個廁的位置 不過如果你雜物不是很多 好像這個單位本身的擺法一樣 都是舒適的 不過我想如果要保持到這麼少雜物的話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看看這間房 本身那個屋主就是做了一張樓架床 其實樓架床這件事真的 我來了Jersey都半年有多 都是第一次看到樓架床這件事 那這間房都是相當大的 放完床之外 都還可以放過 有個好像梳妝台或者書桌 有個鏡子的衣櫃 也有個小小的電視可以放到雜物 都相當光亮的 另一間房就在對面 那這間房就真的是真正的套房 因為你看到這間房是有個廁所 而這個廁所就只能夠在這間房裡走進去 空間感相當大 放完一張五呎床 都還可以三邊下床 然後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到電視 放到桌子 這個廁所其實跟剛才看的廁所 都是很類似的設計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奇缸 我都很佩服這個屋主 可以把雜物維持到這麼少 因為如果是讓我住的話 是不可能只有這麼少東西 也有個小小的衣� 不過因為現在屋主的衣服都放在這裡 我都快點關上去 在廁所走出來 有一個露台 這個單位是在地下 如果我不在大門進去的話 我可以直接經過露台 我就回到家了 其實是很方便 現在這個露台 就放了一張好像可以坐上去的床 另外一邊 亦都有一張戶外用的桌椅 吃飯 除了大家剛才在室內 看到的那張吃飯桌之外 也都拿出來露台 這裡吃飯 也是很方便的事 而最後也有一張小小的梳化仔 你可以在那裡休息一下 我們在露台的角度 看一間屋 真的一眼看光 你看到廳、廚房 最後想和大家看看這個大門的位置 這個門其實是正常大家入屋的位置 只不過因為這個單位是一個地下的單位 所以就可以在露台走進來 看出去走廊 其實這裡的新屋的感覺都好像住在酒店 你看到那些走廊也是地毯 看完這個屋 我想大家其實都應該蠻喜歡這一類型的樓盤 特別是我們在香港住慣高樓大廈住慣屋的人 來到英國這一邊 看到這些屋是真的會心心眼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樓盤的質素其實都相當好 住了幾年 但看上去還是很新鮮 好像示範單位一樣 這個單位也包了一個有蓋的車位 所以雖然它是在攤 但又有車位 兩間房 兩個廁所 分數都應該會蠻高的 唯一要斟著的地方 就是露台是看著對面露台的話 那私隱度就不太高了 而且因為這個單位在地下 所以變成你自己很容易回到家的同事 其他人也很容易走到露台那裡 當然在Jersey這裡 其實治安是相當好的 罪案率相對英國來說也是偏低的 所以即使住在地下這些單位 也沒有很擔心很害怕的情況 當然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當然不會選擇地下 選擇上一兩層也好 還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很多英國的看樓片的時候 都會說房屋會免費 然後房屋會免費 在Jersey這裡其實就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Share Transfer 這個Share Transfer的形式 其實很多時候在這些房屋上都會出現 原理就是這些物業全部都是由一間公司拿著的 如果你想買一個單位的時候 你就不是直接買這個單位 而是買這間公司的股份 透過這個股份 你是可以擁有這個單位的業權 這件事我想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最後整段影片都沒有提過 這一層樓是多少錢 其實這一層樓的 ASKING價錢是525,000 兩房、兩個廁所、一個車位 是攤的房屋 在這裡來說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不知道你又喜歡這個房屋嗎 還是你都喜歡住房屋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記住要CLS 我們下一次再見